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练练 其他高度就能超过段一重最好的食品了 禁止高空跑步啊 撒到人怎么办 这小人 长得跟你还挺像呢 你看 就嘴角一笑下来 特别像 别看了 你也笑不出来 咋对比啊 最近心情不好 要不要跟你的人生导师贾老师倾诉学尊长 你呀 你真是钻死胡同 那练那么累就别练了呗 要把视野打开 要把格局打开 段雨昌 我话还没说完呢 外面的师弟很精彩 花分 别冲动 别冲动 你是来道歉的 别冲动 别冲动 就说是他拿了冠军学校给他的奖励 你给比我给自然点 你真确定他能得冠军 就是个世纪比赛 这可是他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比赛 那姜天平时训练的时候成绩也不错 一道比赛发挥成什么样 毛毛齐跟姜天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等他上了赛场你就知道了 看来你这是认定了毛毛齐比段雨昌强 跳高上市强 他在练练 起跳高度 就能超过段雨昌最好的数评了 我觉得好难 你必须无条件地相信我 不准对我有隐瞒欺骗 任何背着我的小心思 每个运动员都有自身缺陷 但我觉得他是能坚持上赛场的人 你是我第一个带的运动员 我当然对你更上心啊 两米一 向运会他跳过两米一 你就当进田径队 你好好跳 其他的我来下班 反复 反复试探 随时光几次辗转 而我们站在路的两团 以后早上 以后早上 我就不能凭你训练了 自从毛毛起来了以后你就变了 你变得只会夸我 就算我没有她跳得高 没有她跳得好 你也不再责备我 你为什么连推荐都不愿意写我的名字 你明明说过你会相信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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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告诉我明天来了 尝过的苦涩 没办法说 只有你陪我 请你捂住我的眼睛耳朵 手中的围热 是你又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